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E 1999年的Paper 2第31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說有兩個Coordinate A是-4 2 B是1-3 2 points C is a point on the right access such that A C就等於C Boy 它叫你Find the coordinates of C 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說真的有圖有真相 你給我 我就會畫圖 不如我慢慢畫圖 按文字描述畫圖 之後再慢慢跟你講解 這個當然是Y access 而X access在那裡 當然就是在這裡 X軸Y軸畫 之後如果你給我按目測 A-4 2 B就是1-3 不如我舉個例子 1 2 3 1 2 3 大約按目測 大約按目測 畫好它 1 2 3 4 1 2 3 4 我們來看 首先B點是1-3 所以轉過來是1 跌下去是-3 所以大約B點應該都似在這裡 就是1-3 至於A點 這裡有說就是-4 2 所以就是1 2 3 4 負1負1負1負4 2就是轉過來 所以大約目測就是這裡 這點就是A點 負4 2 它有提及過 我拿了一支綠筆 就是有一個 C 就是Line 就是Line Y access 就是在這個 Y軸上面 而Such 導致發生什麼事 重點就是 AC等於C-boy 看不見到嗎 不如我給你一個 highlight 綠色 給你一支綠色雷干筆 它就說AC等於C-boy 所以綠色點在哪裏 就憑這句話 大概在Y access上面 那裏移動 不如我整句記錄吧 C點就是Y access上面 Such that AC等於C-boy 所以就是在Y access上 移來移去 之後我就會大約目測 我會覺得 沒理由在這裡 如果在這裡 C點在這裡 長度是不是C點在這裡 長度是不是就是這個 那麼短 但是這裡那麼長 C-boy是不是出了事 所以大約目測 等等等等等等 我如無意外 我覺得似在這裡 這點就是C點 那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我介紹給你們看 其實在這裡 你只要把長度 自己大家用把眼尺 畫下連起這兩條線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這個長度 和這個長度其實是一樣的 AC等於C-boy 大約目測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現在我看到C點 是不是C點 你不知道 其實不是的 X是否沒有轉左 沒有轉右 即是X是0 而Y移上去 不知是多少 總之是正 就是0Y 不過都像是1 不過你沒理由 這麼無段話句 這裡是01 那我就計算 而試試上 在這裡你給我 我就首當其衝 先用綠色筆 一開始我就會說 C點 由於題目 你提我 就是這幅圖 所以從圖像 的min0 告訴我 就是0Y C點 之後我會怎樣做呢 由於你講 就是這句話你講的 就是由於AC 就會等於C點 OK 所以 換句話來講 你可以AC的長度如何計算 距離 就是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就會是X2-X1 的意思 再加Y2-Y1的意思 在這裡 即是你給我 我就會是0 再減負4 就是整個東西二次 再加Y-2 整個東西二次的開方筋 當然就會等於0-1 整個東西二次 再加Y-3 就是整個東西二次 當然就是這塊東西的開方筋 所以換句話來講 負負得正 這個4就是4二次 就是16 再加Y-2的Square 對嗎 而這個二次 這邊有開方筋 這邊也有開方筋 那就左右兩邊 就是Square 即是Cancel了開方筋 所以在這裡 開方筋不寫了 0-1就是負1 負1二次 就是1 再加這個負負得正 就是Y加3 整個東西二次 而事實上 如果我再做下去的情況下 這裡是沒有的 這樣整理它 這個就會是16 照寫 好了 Y-2的2次 是Identity 行等式 那就會是Y2次-2AB 即是2Y2 即是4Y 再加2的2次 即是4 等於 這邊一樣 1再加Identity 這東西就是A加B的2次 所以就是A2次 即是Y2次 加2AB 即是2Y3 即是6Y 再加3的2次 即是9 好了 事實上整理它 Y2次照寫 好了 再 應該這裡 如無意外是減 我也寫錯了 好了 好 等它乾再更新 就是減4Y 好了 16加4就是加20 好了 等於右邊 Y2次 再加6Y 1加9就是10 好了 之後我們把它調成一堆 好嗎 把Y2次減過去 即是沒有了 cancel了 好了 之後減4Y 調去變成4Y 所以其實這裡就是10Y 把10調的隔離 變成減10 即是20減10 即是10 最後把乘10 調去變成10 即是左右兩邊就調轉寫 所以其實在這裡 即是換言之 你會知道Y就是1 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得出 一個結論 換言之結論是什麼 其實就是綠色點 即是它叫0Y 對吧 所以我們會知道 結論就是 c就是01 當然這個就是終極答案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選擇 正確答案當然就是E 01 OK?行不行? 好了 就查一查看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了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